在乐高别墅里待满24小时 坚持最后一个出来就能赢得10万美金 游戏规则简单 只要不离开乐高豪宅 哪怕稍微占地也不行 挑战者有土豪 土豪女友 小兰 以及熊大 熊二 熊三等人 为了营造舒适环境 挑战开始前 每人都有一小时去采购物资 并且土豪还给他们200美金作为启动资金 几人都来大商场采购物品 除了熊大没来 他想把200美金据为己有 不打算花一分钱在物资上 这边的熊二买了盆栽和玩具 这样可以在乐高里面玩耍 不会寂寞 女友看中了软枕和生活用品 甚至买了一些绿植 买完后发现还有一笔巨子 于是他还打算买一台电视机 不得不说 女友的准备的物品真是无意不经 而土豪则是买了一些饮料和零食 熊三和小兰一起准备 买了一些牛排和热锅 这是打算将小厨房搬上了高里 采集完毕后 大伙都开始布置自己的房间了 女友将买来的被子和枕头铺好 熊大什么都没有买 只是找来几块泡沫板 真像是吝啬可货日子 一分钱都不想出啊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几人都布置好了 看看女友的房间 妥妥温馨小屋 有电视 有抱枕 甚至还有行星灯 简直是少女心爆棚 而小兰更不用说了 布置像是一个小厨房 就差 把冰箱关上豪宅 为了犒劳自己辛苦布置 她开始准备煎牛排 牛排一下锅就滋滋的冒 看的人眼馋 而对赵祖熊大别提多惨 让我们来看看 前面几人在乐高里一番不止 不能说十全十美 但至少吃喝玩乐一点没少 而极度抠门的熊大 却只有一个泡沫板 此刻他坐在屋顶上 强烈的太阳光 已经让他睁不开眼了 泡沫板遮挡阳光没什么卵用 但他只能冒着高温咬牙坚持 但没坚持多久 熊大就受不了阳光的暴晒 与其在这里痛苦24小时 还不如拿着这200美金 出去放松放松 所以熊大二话不说 揣着去款草草呢 谁要是能打出这个字 我把他家的马桶全吃了 现在挑战的剩下五个人 所有人都来到小兰这边蹭去他 大侯饱餐一顿后 开始四处串门 土侯来到女友的小屋发现 这边简直是天堂 不仅能看电影 还有爆米花可以吃 土侯表示 你有可能是一个强敌 上面的熊三听见土侯的夸奖 也认不住好奇 下来参观一下 也被女友的布置给惊艳了一番 这布置比他强上不知多少倍 另一头的熊啊 由于咖啡喝多了有些内急 等不及的他直接从顶楼跳下去 还好下面有共场接住他 看样子还是熊二十算了 买了咖啡机 忘记了买马桶 很快 几人在上面已经待了五个小时 熊三觉得自己很无聊 除了睡觉也没啥别的事可以做 所以他准备离开 但是他并不想暴露自己 于是 他假装自己不小心触碰到地面 以此方式来把自己淘汰 而土侯一点怀疑都没有 此时 挑战还剩下三个 究竟谁能待满24小时 拿走大奖离开 对比女友舒适的小屋 土豪和小兰差的不是一心半点 有吃的没玩的 有玩的但是没吃的 所以 小兰则选择拿着食物 来女友的小屋 两人一起吃着爆米花 一边看着电影 而作为正牌男友的土豪 却蜷缩在自己的小屋里 感受着一个人的孤单寂寞 而事实上 一切也不如土豪想象的那般 小兰由于吃的太多了 肚子撑到极限了 所以他就偷偷跑出来找厕所 土豪准备睡觉了 但是发现乐高晚上太冷 他有些后悔没有带杯子 所以想过去找女友紧一下 而经过小兰的屋子时 发现小兰早就不在了 这边的小兰心存奖心 企图蒙混过去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土豪早就知道他偷跑出去了 所以将小兰淘汰 小兰恶从反边生 觉得赢不了挑战 那么给土豪十点半走 给他们放了一个小量的屁 还将出口封住了 不过女友的小狗把他们救了 最后 土豪和女友一起平分了奖心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奇葩挑战